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闺蜜给我发了一段 我老公和其他女人去医院的视频 视频里 我老公对他小心呵护 如同对待珍宝一般 晚上趁他睡着 我翻看了他的手机 才发现 陈安背叛了我 不仅如此 他还想要杀我 老公睡着了 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震动了好几次 我借口用iPad看电视 实际上是为了顺理成章的熬夜 等他睡着 白日里 闺蜜给我发了一段 我老公和其他女人去医院的视频 视频里 我老公对他小心呵护 如同对待珍宝一般 那个女人我也认识 是我一路带上来的公司新人陈欣 我怀孕后 手里的资源一半都送给了他 却没想到 刚看到视频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猛的 又害怕 又愤怒 我不相信对我温柔体贴的老公 会背叛我 直到今晚他回来 我敏感地闻到了 他衣服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 整个人差点崩了 我竭力隐忍下来 才没让陈安发觉了我的变化 此时 听着他响彻的呼噜声 我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手机拿了过来 恋爱两年 结婚三年 我对他信任至极 从未查过他的手机 或许是因为如此 他并未对我设防 连手机密码都不曾换过 我点进了微信 给他发消息的正是陈欣 但奇怪的是 陈欣大半夜给他发消息 只是工作上的事情 在网上翻了翻 几乎都是聊工作的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多余和可疑的消息 难道 真的是我多心了 我迟疑了好一会儿 我老公和陈欣 是一个村里出来的 若是陈欣生病去医院 在这种举目无亲的情况下 他关心一下同乡 似乎也解释得通 我摸了摸 已经显怀的肚子 突然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 陈安对我体贴温柔 他很宠我 每一个纪念日 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总是给我一些想不到的惊喜 室友还曾调侃 他是二十四孝好男友 我们结婚时 他们还说 我走了狗屎运 捡了这么一个绝佳的老公 就算是结婚后 陈安对我也一如既往的好 甚至比恋爱时更好 室友们都羡慕我是个 被爱情滋润的女人 看了眼熟睡的陈安 我将陈欣的消息标为未读 随后退出了微信 正准备将手机放回去时 手不小心点到了浏览器的页面 正要退出去的时候 一长串的浏览记录 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怎样可以让健康的老婆死亡 不被别人发现和怀疑 什么要吃了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什么保险能拿到最多的赔偿款 看到这些浏览记录 我的头皮发麻 手脚冰凉 身子也在止不住地颤抖 半年前 婆婆在来城里的路上出了车祸 虽是轻伤 也住了小半个月的院 老公很难过 当即决定给两位老人买多种保险 他说担心我 也给我买了一份医疗险和意外保险 以防不测 意外险的受益人田的我父母 而他的意外险受益人田的是我 因为信任 我也没查过这事 可如果 我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而受益人田的是他 想到这里 我浑身冷汗直冒 惊恐地看向已经熟睡的老公 呼吸煞食加重 恰时手机突然弹了一条信息出来 安哥 我好想你 想得睡不着觉 紧接着 我便收到了一条备注为10086发来的照片 一个女人失身躺在浴缸里 做出勾人的动作 而这个女人 正是沉心 哦 我突然恶心地想吐 但我怕将沉安吵醒 硬生生地忍住了 可泪水却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我没想到 平时一口一个亲姐叫我的沉心 竟然真的与我丈夫苟合 想起平日里的亲近 我恨不得给她挤巴掌 而我也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的感情 沉安不仅背叛了我 竟然还想杀了我 为什么 我紧紧咬牙 死死盯着呼噜声不断的沉安 此时此刻 我又恨又怕 我愤怒地恨不得想掐死她 想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可我不能 颤抖着双手 我翻看了她们的聊天记录 里面全是露骨的内容 全然昭示了她们俩的奸情 很快 我就翻看到了半年前的信息 原来 婆婆压根就没有出车祸 这是她们俩商量好的计策 看到这里 我哆嗦着嘴唇 差点哭出声来 我家境不差 我爸经营着一个小公司 如今全由我和沉安负责 从小我没受过什么委屈 嫁给沉安后更是被捧在手上 如今的情况 让我有些茫然 可不过半分钟 我还是镇定了下来 浏览历史里说的致幻药 在聊天记录中 我并未看到 但既然她俩给我买了保险 想从中牟利 恐怕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每天早上都要喝的牛奶 她知道我这个习惯 结婚后 牛奶也是她给我准备的 如果想做手脚 也不是难事 我不能坐以待毙 他们敢如此算计我 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 继续翻看其他软件 没有可疑的之后 我便拿出自己的手机 将她的浏览记录 和与沉心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 并且录像 做好这一切后 我便将手机放回了原处 离开了主卧 在沙发上将就了一宿 陈安想杀我 与她同床而眠 我也害怕得很 第二日一早 陈安将我摇醒 很诧异地看着我 荣荣 你怎么睡在沙发上了 她一贯是这副温柔的模样 与气装得无比担忧 从前我最喜欢她 这双温柔的毛子 可现在 她只让我憎恨和恶心 也让我害怕 哦 我突然很难受 连忙从沙发上起身 跑到了卫生间 狂吐了起来 荣荣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们去医院 老公 我没事 我吐好了 对着她摇了摇头 强人恶心 与她虚语尾夷 只是运突而已 休息一下就好了 辛苦老婆了 陈安将我拥入怀里 我的眼睛突然湿润 身子微微哆嗦 害怕被察觉 我不着痕迹地推开了她 老公 吃了早餐 快去上班吧 别迟到了 好 陈安拉着我出去 她迅速吃完早餐 和往日一般 亲了我的额头 才出门 她走后 我才松了一口气 却不敢放松 赶紧给闺蜜打了电话 让她帮我去查保险的事情 而我拿着牛奶去了医院 折腾了一个小时 医生却告诉我 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 我感到奇怪 强烈的不安 在我心中蔓延 刚出医院 就碰到了闺蜜 带着一个人匆匆而来 林倩的脸色很不好看 一过来就指着我鼻子大骂 夏荣 你是傻叉吧 你踏马买意外保险 受益人士田的那个渣男 你要气死我 我看你真是猪油蒙了心 你知道陈安背着你做了什么吗 他背着你 偷偷转移了公司的财产 记在了那个小三的名下 轰的一下 我感觉我的头上 有什么炸开了 晾翘了好几步 我怎么也想不到 陈安她竟然做得如此狠毒 那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 疼 我突然浑身冒冷汗 肚子也疼得不行 林倩原本是要骂我的 但看我这样 还是吓了一跳 赶紧扶着我进了医院 医生说我只是情绪不稳定 导致胎儿也跟着不稳定 嘱咐我好好休息 不要情绪化 可我显然做不到 病房里 我将自己发现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了闺蜜 对不起荣荣 林倩愧疚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心疼 如果我当初死命拦着你 或许你就不会这么受伤了 我微微垂眸 鼻子一酸 眼睛也色得很 一想到陈安竟然将我父亲的公司财产 积在陈欣的名下 我痛到无法呼吸 不怪你 都是我的错 我哽咽了一声 泪水落了下来 湿了脸庞 怪我不听你的劝 都怪我 林倩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当初我一毕业 就要和陈安结婚 她和我父母一样 都十分反对 他们都觉得 还要再多考察陈安 但我当时一颗心拳 放在了陈安身上 不听他们的劝 林倩心疼地抱住了我 她看着我哭 也跟着哇哇大哭了出来 那个渣男 我非得揍死她 嗨嗨 她话音刚落 一旁的男人咳嗽了一声 我这才注意到了她 她是我们公司法务部的律师 是我爸资助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后 便在我们公司工作 深受我爸信任 林倩也停了下来 解释道 伯父伯母身体不太好 小张怕受刺激 便没告诉他们 但她联系不上你 刚好碰到我 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小张点了点头 是的 我也是才查出来 半年前 陈总就在转移资产了 我的脸色一白 半年前 我和陈安在备孕 因为孩子 我也渐渐放手了公司的管理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咬咬牙 眼里满是恨意 那你打算怎么做 林倩见我如此 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 她是怕我对陈安还有情 会继续糊涂 离婚 我一脸坚定 不仅如此 那些钱 我也要让他们加倍地吐出来 倩倩 小张 我需要你们帮我 紧接着 我就告诉了他们我的计划 我好歹也是高材生 再加上从小耳濡木商场上的事 早已想好了对策 只是孩子 我摸了摸肚子 一想到孩子 心里面痛得很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孩子一出生 就会没了爸爸 林倩见状 她安慰地拍了拍我的手 道 没有爸爸 她还有亲妈和干妈 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 嗯 我点点头 只是这件事 不要告诉我爸妈 他们为我操心了太多事 近日身体不太好 我也不想再让他们担忧 林倩事情办得很快 第二天晚上 我就拿到了东西 我挺着肚子 走进了书房 将东西递给了陈安 故作撒娇道 老公 你帮我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陈安奇怪地瞥了我一眼 还是翻看了起来 但不过几分钟 我就看到她的脸 肉眼可见地兴奋 老婆 这是谁给你的 陈安激动地 揽住了我的腰 快说 我知道 鱼儿要上钩了 我眨眨眼 懵懂道 倩倩给我的 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变笨了 有些地方都看不懂 老公 倩倩想让我和她家公司 一起做 你觉得怎么样 原本林倩家的公司 和我家公司一样都是小作坊 但最近十年 林氏抓住了机会 现在早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她知道林氏有多香波波 也知道林倩对我的好 所以断然不会怀疑 可以 陈安咽了咽口水 果然立马出声 老婆 你不知道这个项目书 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有多重要 我之前争取了很久都没有拿到 没想到我老婆这么厉害 她说着 亲了亲我的脸 一脸高兴 她的唾沫留在我的脸上 我只觉得恶心 难受得全身僵硬 我笑了笑 只要能帮到老公你 我就开心 咱们公司最近盈利怎么样 提到盈利 陈安的脸抖了一下 和之前一样 那就好 我长须一口气 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我记得公司账户里 还有五百万 如今半年 应该也有一两百万 倩倩说 最少要投资一千万 咱们公司 能拿得出来吧 陈安突然沉默了 我故作没看到 继续絮絮叨叨地 说着憧憬 俗称 给她画大饼 一千万 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是多了点 但是倩倩说 半年后就可以翻倍 老公 半年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 一千多万 还不包括本金 咱们公司 一年下来的利润 也不过五百万而已 陈安似乎也被说动了 但她的脸色 依旧不太好看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公司的账上 压根拿不出来这个钱 若不是小张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现在公司已经空了 老公 你怎么了 是这个项目不好吗 我看着脸色难看的陈安 故作才发现她的变化 老婆 我对不起你 陈安突然拉住我的手 一脸愧疚 老婆 我忘记跟你说 公司最近亏损 账上拿不出这么多钱 什么 我惊讶地甩开她的手 你不是说公司很好吗 怎么会 对不起老婆 都是我没用 陈安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愧疚不已 最近行情不好 我也是怕你知道 会心情不好 才瞒着你 那公司账上现在能拿出多少钱 五百万 说到这里时 我看到陈安咬了咬牙 我在心里冷哼一声 面上却是一脸遗憾 五百万 不够啊 倩倩说最低也要一千万 既然这样 我叹了一口气 那我回绝了倩倩吧 不行 我话音刚落 便被陈安打断 我茫然地看着她那张近乎扭曲的脸 她也似发觉了自己的不对劲 赶紧恢复了原样 倩倩 这是个好机会 我不想放弃 可咱们没钱啊 倩倩 要不我们这个房子给卖了吧 我愣住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安 我知道她不要脸 却没想过她这么不要脸 这个房子 是我爸妈给买的 是我的婚前财产 不行 我拒绝到 房子我有感情了 况且 她顶多卖一百万 还差很多 也是 陈安自知理亏 那 我们把小别墅给卖了 反正咱们也不住 正好等赚了钱 我们再买一栋更好的 小别墅是婚内我和陈安一起买的 虽然也是用的我家的钱 但毕竟是婚内买的 如果一旦离婚 还要分部分财产给她 所以看到她上钩 我自然心里乐意 不过 我却故作迟疑 可是那是我们俩的婚房 老婆 好老婆 等咱们赚了钱 我再补及你一个更好的 啊 我在心里冷笑 看着陈安 那副认真的模样 在暗处翻了一个白眼 只怕是赚了钱 全给了 陈心内的妖精 迟疑了好久 我才不情不愿地答应 好吧 咱们买的时候 房子也才三百万 如今也是低价卖出去 就算卖了三百万 也还差两百万 我面上担忧不已 陈安抱住了我 低声温柔道 剩下的 我来想办法 那辛苦老公了 我回抱着她 勾起一抹讽刺的笑 我不辛苦 我老婆才辛苦了 陈安道 我出了书房 回到卧室睡觉 却一直睡不着 陈安进来的时候 我假装睡着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耳边再次传来了呼噜声 我没敢乱动 又等了半个小时 才起身拿了她的手机 小张提醒了我 如果她真的要给我下药 就一定会买药 这种药没有处方 药店一定不会给 所以肯定是网上购物 我看了她的购物软件 一样一样查 都没有查到 最后 只能无奈地放下手机 睡觉了 真是奇怪 难道 陈安只是想转移财产 最终放弃了要杀我的心思 可如果这样 那给我买保险 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 我带着怀疑 渐渐入睡 第二天一早 我还在睡觉 陈安在我额头上 落了一个吻 嘱咐我起来吃早餐 便离开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陷入了沉思 她真的太会装了 哪怕到了如今这种地步 她还能做到如此细节 真是个可怕的人物 这么一来 我更加不敢掉以轻心 一眨眼的功夫 便过去了三天 林倩找了一个假的买主 花了二百五十万 买走了我手中的别墅 陈安知道时 也无可奈何 毕竟她现在只想要快点折线 亏了五十万 也不慎在意 终于 在林倩的催促下 陈安在第二天 终于凑齐了钱 开始进行投资 房间里 林倩递给了我一杯牛奶 笑了笑 渣男 要不是为了咱们的计划 我压根就不想看她一眼 别急 倩倩 我宽慰一笑 明明是我受委屈 她比我还着急 好戏 还在后头呢 顶多让她 再蹦带一个月 我收敛了眼里的力气 慈爱地摸了摸肚子 沉心那边呢 就是个爱慕虚荣 眼光浅薄的女人 林倩耸了耸肩 笑道 穿了个名牌 开了辆豪车 还只以为是富二代了 殊不知就是个冒牌货罢了 你放心 一切都照着你说的办 那就好 我微微挑眉 希望他们俩能够承受得住我的抱负 正想着 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谁呀 林倩不解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说着便接起了电话 对面传来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你好 请问是夏荣女士吗 我是 不知为何 我心里有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就在这时 她继续道 夏盛国夫妇出了车祸 现在在人民医院 请你立马过来一趟 爸 妈 我浑浑噩噩地赶到医院 吓得浑身都是冷汗 我看着还亮着的手术灯 亮呛了好几步 若不是林倩扶着 差点摔了下去 眼泪哗啦啦的就落了下来 荣荣 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我爸的声音 一转头 就看到我爸妈坐在外边的椅子上 我爸和我妈身上全是血迹 爸妈 看到他们两人的时候 我不敢置信 却也惊喜不已 他们没有事 我冲过去 一把抱住了他们两人 鼻涕眼泪皆落了下来 你们要吓死我 我哽咽道 一旁的护士也松了一口气 你可算是来了 快劝劝你爸妈 身上还有伤 现在必须跟我们去包扎 我不去 我爸一脸严肃 手术室里的小伙子 还没有 再不去 您的手就废了 经过护士提醒 我这才注意到 父亲扭曲的左手 满是血迹 我紧紧皱眉 让护士送我爸妈去包扎 爸妈 我和倩倩在这里守着 您放心去 经不住劝 我爸妈终于跟着护士走了 守了两个小时 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 医生说 里面的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休息一天就可以醒来 我爸妈这才放心地住了院 陈安得知我爸妈出车祸时 也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但当他看到 我爸妈只是受伤时 似乎有点遗憾的样子 我的心 突然咯噔了一下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爸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陈安脸下那份不自然 一脸愧疚地向我爸妈道歉 我妈冲陈安笑了笑 我和你爸没事 你看荣荣那张脸 都下白了 你赶紧带他回去休息吧 对 快把荣荣带回家 肚子里还有孩子 可得仔细些 我爸也跟着附和 我心里不舒服 一是担心父母 二是不想与陈安在一起 爸妈 我想陪着你们 你这孩子 我妈称怪地看了我一眼 伯父伯母 荣荣也是担心你们 林倩事事开口 她知道我恶心陈安 又道 陈安 投资项目还有点细节 咱俩谈谈 这还是第一次林倩对陈安示好 我看到她有些受宠若惊 但也知道时机不太对 于是犹豫地看向了我 老公 你去吧 爸妈这里有我 我看到她眼里的渴望 善解人意道 我爸妈也附和着 她这才跟着林倩出去 失而复得的心情 让我更加珍重爸妈 什么都亲力亲为 吃了饭 我爸便睡着了 妈 您也早点休息吧 我掖了掖背脚 劝我妈休息 可我妈却摇了摇头 荣荣 妈心里慌得很 我妈握住我的手 眼眶一红 妈一闭眼 就是你爸开车撞人的画面 可是你爸跟我说 他当时没看到路上有人 我当时也有点恍惚 突然就窜了人过来 但警察说 行人道上一直有人 如果真的有人 我和你爸怎么可能都没看到 你说我们俩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 我们已经出现好几次这种情况了 什么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好几次 你怎么 你爸不让我跟你说 我妈打断了我的话 索性前几次都没出事 也就以为没什么大事 我愣在原地 突然想起了陈安的浏览记录 我好像知道 置换药用在哪里了 置换药 用在了我爸妈身上 怪不得 怪不得我做了检查 身体和牛奶 都没有药的成分 如果我爸妈如陈安所想 真的出意外离开 那公司就会全然落在我和他的手里 到时候我再出意外 公司和钱都是他的 陈安 你真狠 我没想到他竟然狠毒道 把我一家人全都算计了进去 我的脸渐渐扭曲 或许是吓到了我妈 她叫了我好几声 荣荣 你怎么了 我妈担忧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 勉强一笑 我没事 妈 您不要慌 会没事的 您先休息 车祸的事情 我已经联系了小张 他会来处理的 您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休息 将我妈哄睡之后 我关了灯 走出了病房 我没惊动任何人 打车回了我爸妈家 我把家里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检查了 最终找出了陈安送我爸妈的保健药品 和国外进口红酒 我爸妈有个习惯 睡前都会喝一小杯红酒 一助睡眠 而自从他们俩身体不好之后 陈安送的保健药品 他们一直在服用 所以这两样东西比较可疑 第二天一早 我便将东西交给了医生 请他们帮忙检查 还让他们给我父母做了全身检查 中午的时候 陈安又来了一趟 还陪我爸妈聊了一会儿 看着他虚伪的脸 我恶心到不行 他走后没多久 出车祸的小伙子也醒了过来 三天后 在双方的交涉下 我爸妈赔偿了一定的费用 也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上钩了 中午 刚伺候完我爸妈吃药 我便收到了林倩发来的消息 啊 我冷笑了一声 微微垂眸 药检结果虽然还没有出来 可我直觉 我爸妈一定是中了陈安的致患药 出事监控我也看过 警察并没有撒谎 所以 我爸妈肯定是出现了幻觉 才没看到路上的行人 开车撞了过去 这几天 虽然一直在照顾我爸 但对陈安的抱负 我并未松懈过 放下手机 我嘱咐爸妈好好休息 随即化了一个淡妆 打车去了公司 小夏总 您怎么来了 公司前台看到我 还有些惊喜 我淡淡点头 冲他笑了笑 没事做 就来公司转转 我先上去找我老公了 我刻意提高了声音 余光瞥了眼沉心 便提着东西去了陈安的办公室 老公 我走了进去 装作轻易的样子 坐在了陈安的腿上 老婆 你怎来了 陈安惊讶地看着我 眉头微拧 似乎有些不满 但是引了下去 我想你了吗 我故意撒娇 还给你带了你爱吃的东西 你尝尝 刚说完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 我说了俱进 陈欣便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时 眼里闪过一丝恨意 脸色也跟着白了两分 我装作没看到 起身 故意亲密地挽上了他的手 小心 你来得正好 我刚给你安哥带了吃的来 你也来尝尝 陈欣笑得很假 他看了眼陈安 但陈安似乎很心虚 别开了他的眼 我用筷子夹了一块给他 他刚吃进嘴里 突然挖的一声 吐了出来 陈安下意识地要去扶他 我调侃一笑 小心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就算你马上要嫁给有钱人了 你也不能这么嫌弃我吧 嗨嗨 陈欣听到这话 吓得咳嗽了好几声 脸都红了 不知是急的 还是气的 陈安也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什么嫁给有钱人 看来小心瞒得挺深的呀 不等陈欣反驳 我朝着他责怪道 这是好事啊 你怎么还瞒着你安哥呢 要不是我在路上 看到了你和赵龙亲热 我都不知道这事呢 小心 赵龙可是赵家独子 家里有钱得很 我看那小子对你是认真的 你可要抓紧哪 陈安的脸色一变 他的眼睛阴郁地盯着陈欣 陈欣低头 他咬了咬唇 似乎没想到这事会被我知道 安 安哥 陈欣一脸为难 我眼睛微眯 冷冷地瞥了眼陈安 突然打了他一下 你那么凶干什么 这不是好事吗 陈安也察觉到 自己不该有这态度 他咬牙切齿道 我是小心的哥哥 就是怕他被骗而已 目的达成 我找借口出了办公室 却并离开公司 而是去了我的办公室 打开电脑 我便看到了陈安两人的画面 他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你还敢出去给我戴绿帽子 陈安气不过 狠狠给了陈欣一巴掌 陈欣被打猛了 双眼通红 哭喊道 那我把孩子打掉 你能为了钱 娶一个不爱的女人 我为了钱 嫁给富二代怎么了 况且他要娶我 他不会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让我做了好几年的小三 你敢 陈安仰起了手 可巴掌还没落下 陈欣便跑出了办公室 我垂眸 突然为自己感到悲哀 小张的调查结果中 陈安和陈欣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那我呢 我算什么 他不爱我 却娶了我 算计我 害惨了我 但幸好的是 在更大的悲剧到来之前 我还有机会翻盘 接下来的一个月 陈欣一直躲着陈安 甚至还已经辞职 陈安找不到他 每次来医院敷衍我时 脸色都不好 爸妈出院后 我便把陈安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我爸气得要去找他算账 却被我拦了下来 爸妈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们放心好了 我擒起嘴角 笑意泛冷 我一定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 我妈哭着抱了抱我 这么大的事 你现在才告诉我们 我苦命的女儿啊 你受苦了 听到我妈的哭声 我鼻子一酸 眼睛也慢慢湿润 我不苦的 我摇了摇头 我有爸妈 还有林倩陪着我 我已经很幸运了 从我爸妈家出来 陈安正好来接我 见他神色不好 我故意问道 老公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有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陈安专注开车 回答我时 还有些不耐烦 我呕了一声 又笑道 对了老公 我今天看到 小新和赵龙了 什么 陈安的反应很大 你在哪里看到的 医院呢 我叹了一口气 故作遗憾道 两人年轻没经验 小新 有了身孕也不知道 无意中 孩子就给掉了 怪可惜的 陈安的脸 突然阴沉得可怕 呲 啊 车子速度突然加快 轮胎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我吓得浑身冒冷汗 尖叫了一声 陈安 你做什么 我害怕地大吼了一声 才把陈安的理智叫了回来 他这才杀了车 你有病啊 我是真的害怕了 怒骂道 你想死 我和孩子还不想死 陈安看了一眼我的肚子 连忙朝我道歉 我没理会他 松了安全带 直接开门下车 疯子 我是真的不想死 眼见这计划就要成功 我还不想死在这里 陈安也下车给我道歉 态度卑微不已 我哼了一声 没理他 给林倩打了电话 没一会儿 林倩便来了 陈安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我们离开 我在林倩家住了三天 不论陈安 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 我都没接 一日早上 保姆告诉我和林倩 外面有个女人要见我 我让保姆将人带进来 正是陈欣 她刚落了胎 身子虚得很 脸色也苍白无力 一看到我 她便冲了过来 似是要掐死我一般 只是还没近身 就被林倩一脚给踢开 贱人 沉心咬牙怒骂 是你算计我 赵龙她根本就不是富二代 你这个贱人 她被赵龙哄骗了一个月 这期间 赵龙一直给她花钱买名牌 住大别墅 她被哄得晕头转向 最终选择了偷偷流产 想嫁进豪门 可是啊 豪门哪是那么好嫁的 她堕胎后 赵龙便不见了 仅仅一天 各种催债的都上门了 她才明白 原来赵龙根本不是富二代 而她拥有的这些名牌和别墅 全是以她的名义贷款而来的 沉心现在 已经是负债累累 我没理会她的怒骂 反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她 低头看着这个女人 如同看待一个蚂蚁一般 丢出去吧 我玩耳一笑 沉心刚被丢出去 警察便将她带走了 而在此之前 陈安已经被警察抓走 我这边的证据充足 小张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陈安出轨 转移财产 以及下毒想害死我爸妈等 这换药 她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 此药不常见 也是最近才被检测出来 半个月后 我与陈安正式离婚 而她也被宣判了 有期徒刑三年 法庭上 陈安颓废地坐在前面 双眼无神 再也没了平时的意气风发 在绝对证据面前 她只能承认 为了减轻罪行 她还将陈欣脱下了水 陈欣替她买支换药 也被判了七个月 陈安看着我 眼里充满了恨意 更多的 又是绝望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以为呢 我冷笑一声 陈安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呸 林欣瞪了她一眼 吐了她一脸口水 跟这种东西废话什么 她都算不得人 也是 我笑了笑 挽着林欣的手离开了 而她和陈欣的事情 我也让人传回了 他们老家以及学校 我说过 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等他们从老里出来 学历不会再有任何用处 他们在学校积累的人脉 也不会发挥作用 毕竟谁也不会愿意 和人渣牵扯上关系 而他们就算以后 想低调回老家种田 因为此事 也会被人戳窜几辆骨 头也抬不起来 我就是要他们 用他们的一辈子的不如意 来偿还对我的伤害 陈安坐牢的前几日 我前公婆来找我道歉 跪在地上 求我放过陈安一马 可我放过她 谁来放过我呢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听下一个故事 背下急性白血病诊断书的当天 我得知了男朋友要订婚的消息 新娘是我的高中闺蜜 可是明明一周以前 我还在装修我和她的婚房 为了省钱给她开工作室 除了水电铺设 我一个人包揽了所有 手机突然响动 很久不联系的闺蜜给我发微信 莎莎 我要订婚了 你能来参加订婚典礼吗 骨髓穿刺出结果的第二天 医院就为我安排了化疗 化疗结束后 我吐得天昏地暗 从洗手间直起腰的时候 我掏出手机 打开和闺蜜的对话框 上边是两天前她发的那条消息 莎莎 我要订婚了 你能来参加订婚典礼吗 她发的照片上 搂住她腰的是 一周前出门时还在吻我 说自己去出差的宋子林 我缓缓打出回复 恭喜 一定到场 打出这行字后 我仿佛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缓缓坐到医院洗手间冰冷的地面上 我和宋子林 还有周婉是高中同学 那个时候 我和宋子林既是朋友又是对手 每次考试 第一名不是我 就是她 而周婉的成绩 总是在倒数第一第二徘徊 但是这并不妨碍 我们成为闺蜜 和我们这些天天埋头苦学的人不同 周婉并不在乎自己的成绩 才高一的她 已经和高年级的学长混成一片 据说就连校外的大哥 也为她争风吃醋打架 那个时候 周婉和我们一起出去 总是依偎在某位高年级学长的胳膊上 手指挽着自己心烫的绿色卷发 小鸟依人般撒娇 你们这些怪咖 每天就知道学习 身为校草的宋子林 就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 听到她这句略带嘲讽的撒娇 一向淡漠 没有多余表情的脸上 却出现温柔的笑 她从来是不敢正视她的 只有借着举起杯子的机会 才敢抬头打量她 我在旁边看到她的表情 拿吸管搅了搅手中的奶茶 心下一阵苦涩 暗恋宋子林 是我整个高中三年 除了学习之外 唯一专注的是 她大概也不知道 明明文科比较擅长的我 为了能和她一个班 硬是推荐掉班主任的建议 选了理科 而高中班级的座位 按成绩排名走 为了能和她成为同桌 我每天回家 还会学到两点以后 花费比我掌握文科科目 要多两三倍的时间 去攻克那些难题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保证 每次排名出来的时候 她的名字旁边是我 除了成绩 除了那些可以一起讨论的难题 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和她的联系 还能在哪里 高考之后 我和宋子林 以同等的排名 考取了大师的名校替大 但是因为专业不同 我们被分在不同校区 而周晚南下 去了广东的某个大砖 自此 我和她就很少再联系 那时候 我和宋子林的关系 已经是很好的朋友 在她的认知里 她从没来过我的校区找我 但她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发微信 或者打语音电话 而聊天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围绕着周晚 而我 收敛起自己 酸楚难言的心思 温和地微笑着 听她在电话 那一端的患得患失 尽职尽责地扮演着一个 普通好友的角色 大一上学期 快到元旦的时候 宋子林突然来我的宿舍楼下 找我 我接到她的电话后 丢下手里的报告 就跑下楼 开学三个月来 这是她第一次来我的校区 找我 是要一起庆祝元旦吗 我不敢 却又控制不住地那么想 可气喘吁吁地来到她面前 我才看到 她用那种从来没有过的 阴郁表情 捂住眼睛 疲惫地开口 沙沙 她不要我了 周晚 用了十天的时间 和宋子林谈了一场 不见面的恋爱 我听到宋子林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简直要在心里笑出声 不是因为宋子林失恋 而是因为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周晚使这种手段了 高中的时候 她可以靠这种方法 同时和三个学校的男生谈恋爱 同时还游刃有余地和校外的某大哥保持着哥哥妹妹的关系 我看着宋子林坐在操场的台阶上 一瓶又一瓶地灌自己酒 她高中是年级第一 现在又是院学生会会长 长得又好 一直都是天子娇子模样的好学生 烟河酒她从来不沾染 却独独栽在了周晚身上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心下一阵酸软 还是算了吧 不告诉她周晚过去的事情了 何必还在她这副模样上 再戳刀子 学校宿舍晚上十一点就关门 十二点 我扶着已经烂醉如泥的宋子林 跌跌撞撞来到学校后边的小宾馆 给她开了单间后 我把她放在床上 盖上被子 就要回我自己的房间 宋子林就是在这时候扑上来 把我压在门板上 嘴里喊着周晚的名字 模模糊糊地说着 小晚你别走 我强忍着心里 犹如吞了黄连一样的苦意 拿过玄关桌子上的水 就浇了她一脸 宋子林 你看清楚我是谁 她好似清醒过来 晃了晃脸上的水 透过水雾 郁佳清俊的眉眼直视着我 唤了一声沙沙 我心下一松 她却直不上前 轻抬我的下巴 吻了上来 两天后 元旦假期前一天 宋子林又出现在我宿舍楼下 我看着手机上 第十一通她打来的电话 果断按下红色挂断按键 想了想 又打开手机 直接把她的号码 拉进了黑名单 手机安静了几分钟后 一个女生却推门进来 你们谁是朱砂 楼下一个男生在等 看见我回头 那个女生暧昧地笑了笑 好了 小两口吵架 就不要太久了 给人家一个台阶下 长这么帅 待会就不知道 被哪个妖精领走了 我没有多和那个女生解释 抓起手机 就推门出去 走到宋子林跟前的时候 她好像一时之间 没有认出来是我 看了两眼 才逐渐露出惊讶 却又惊艳的神色 是又今天给我化了妆 使有小云是文艺部副部长 元旦晚会 他们缺一个主持人 不知为何就盯上了我 我摆摆手 说自己根本没做过主持 再说 平时连妆都不化 更没有合适的衣服 小云两眼放光 我借给你啊 边说边把我按在椅子上 对着镜子跟我叨叨 沙沙 你都不知道 你的条件不上舞台多浪费 浪费吗 我看着镜子里的女孩 168厘米的身高 在女生里算高 但也并不算很突出 皮肤是白皙透亮的 但是18、9岁的女孩子 谁没有溢水的好皮肤 唯一一双算上亮点的 大概只是那双眼睛 不多不少 正正好好一双单缝眼 但因为是那双眼神 每每看人冷淡又疏离 也不怎么化妆 也很难突出什么优势来 我历来对自己的外貌 没有什么认知 爸妈在我小学那会儿就离了婚 各自有了家庭 一直跟着外婆生活的我 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意识 高中更是学习都累得要死 仅有的精力也花在了宋子林身上 小云帮我画了个复古港封装 加上了一副珍珠耳夹 搭配上一条露出白皙锁骨 和两侧腰线的黑色暗纹 紧身针织裙 装造出来的时候 其他室友都围了上来 惊叹平时真是看不出来 然后就是一众劝我赶紧丢掉什么衬衣运动装的声音 我笑了笑 不动声色地拒绝掉他们好意地劝告 他们大概不知道 我是打了三份工 才没有去申领那份助学金 我在宋子林面前挥了挥手 他这才脸去刚才的经验 回过神 低头看着我 平时总是透着一股淡默书卷气的脸上 透出一种莫名的委屈 莎莎 我给你打了十一个电话 我看着他 没有回答 目光却明明白白透露出内心的意思 那天晚上之后 还有联系的必要吗 定睛看了看他后 我转身欲走 宋子林有些慌 拉住我的手 莎莎 别这样 那要谈恋爱吗 我转身问他 他似乎被我直接说出口的话语惊到 低下头 半嗓 才抬头用一种迷茫的眼神看我 低声说 我 没想过 那算了吧 我努力控制住眼眶里即将滴落的泪水 直接转身离开 早就知道答案了 不是吗 身后 他却沉默着跟了上来 一直走到学校礼堂内 元旦晚会圆满结束 一个陌生的学长 给我献了数我一个人完全抱不过来的花束 晚会结束我走出后台 那位学长等在那里 脸上带着笑靠近 不顾我礼貌推拒 触碰着我的肩膀和手臂 话里话外充满暗示挑逗 说要带我去跨年 高跟鞋和紧身针织群都很束缚 我一时行动不开 被他逼到角落里 就在我已经想着要用高跟鞋踢他下当的时候 那个学长的被被一个人用包猛打了一击 他回过头 愤怒地望向身后 谁 一向和打架这种字眼靠不上边的宋子林 眼神发狠地看着他 脸上带着刚才蹭到的脏污 打的就是你 你管得着吗 这妞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女朋友 你给我放尊重点 宋子林脱口而出 又要伸腿 踢那学长的下身 我听到宋子林的话一愣 回过神后 又赶紧拉住他 他现在的劲 那人一定得受重伤 万一留下案底就不好了 送我回宿舍的路上 我和他看着头顶夜空中的冷月 彼此沉默着 到了楼下 我没动 他也不离开 两久 我听见他叹了口气 然后开口 在一起吧 沙沙 我看着他望着墨兰夜空那轮冷月的眼神 心中煞时涌出一股 要把我整个人淹没的热流 好 我说 语气不受控制般 有些哽咽 这样一谈 就是十年 直到 我在医院 拿到川次诊断后 想给他打电话的那一刻 看到了他要和周晚订婚的消息 我已经谈婚论嫁的男朋友 要订婚了 新娘却不是我 酒店顶层宴会厅前 我看着门口周晚和宋子林依偎在一起的海报 化疗的副作用已经开始出现 我一侧头 发现肩上落了一小撮长发 我的发质很好 也从不烫然 每次去理发店 店长都会劝我去当发膜 宋子林对我的头发 好像有非比寻常的占有欲 常常我还没说话 他已经冷下脸拒绝了 毕业后的第一年工作非常忙 我嫌留长发麻烦 要去剪掉 他在床上抱着我 不住地清秀我的长发 明明平时在外人面前 是骄傲冷静的宋总监 私下却像粘人的金毛一样粘着我 老婆别剪了 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骨穿刺带来的疼痛 我只觉得胸骨那块的部位紧紧搅着 痛到我站不稳 扶住墙后 我喘了几口气 颤抖着手 吞下几粒药片 好不容易站定后 我轻轻剥下那缕头发 往后 都不再有留他的必要了 周晚的父亲 算是我们这座四线海滨小城 H里的有点家底的人 在城郊有一家服装加工厂 周晚过去能那么不在乎学习 也是因为家里给他的底气 今天的典礼 看得出周富下了血本 只是一个订婚仪式而已 却装扮得富丽堂皇 周晚远远看我走进来 脸上绽放出笑容 跑过来 轻易地挽住我的胳膊 好久不见了莎莎 今天我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一定得来 我摆出礼貌的笑容 客气地地地上红包 周晚喜笑颜开地一把抓过去 然后拽过身边正在迎接宾客的宋子林 子林 你看谁来了 是莎莎 我看见宋子林的背影僵住 然后慢慢回过头来 我笑隐隐地打了个招呼 道了声恭喜 周晚拉住我和她 还有宋子林一起在门口迎接宾客 说我是自己人 又好久不见 有很多话想和我说 很快我就知道了 她想和我说什么话 周晚拉着宋子林 依偎在她胳膊上 如同多年前她 依偎在她那些哥哥 男朋友身上一样 边撒娇地看她 边问我 莎莎 我和子林上个月才重新谈恋爱 你和子林在一个学校 她之前有没有交女朋友啊 这人真是 我翻她 朋友圈都翻不出什么 看来周晚是真的不知道宋子林和我的关系 也对 她从来不在朋友圈发有关我或者我们俩的消息 我曾经问过她 她戴着无矿眼镜 对着电脑手指翻飞 文言眉头皱在一起 有什么好发的 朋友圈只是一个展示社交形象的地方 我不喜欢在那说一些私事 好了 我还要工作 你先出去吧 我有些失落 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彼时 我们都在事业忙到飞起的阶段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矫情 我从回忆中回神 看到周晚还在等我的回答 而宋子林站在她旁边 低着头 不敢看我 额头上却冒出细密的汗珠 我注意到她穿的西装 还是庆祝她创业那时 我托了三个朋友 专门给她定制的那一套 剪裁俐落 用料昂贵 花了我两个月的工资 果然贵得有贵的道理 衬得她文质彬彬一表人才 虽然表情仍然淡漠 举手投足之间 却满是高学历精英气质 一看就是父母最满意的那一类女婿 我的眼神隔着周晚的侧影 看向宋子林 在高棚满座中很轻的 很轻的开口 没有啊 她没有交女朋友 从来没有 宋子林猛地抬头看我 我对她笑笑 宋子林借口去卫生间离开宴会厅 下一秒 给我发来微信 我轻轻走进楼梯间 宋子林听到我的脚步声 抬起头 有些愁愁地叫了我一句沙沙 我轻靠在扶手上 看着窗外的海 没有说话 宋子林犹豫地开口 我 我没有想那么早让你知道的 我摸了摸自己手背上 还在胀痛的针口 心里一阵悲凉 不那么早知道 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是吗 我问她 宋子林的手紧紧握住楼梯扶手 清津用力道抱起 她压抑着痛苦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 她那个留学的男朋友 在国外出了鬼 抛弃了她 她和她谈了三年 整个人快要得抑郁症了 她父母期盼她成家很久了 她怕他们受不了打击 要给家里一个交代 所以 我艰难地张了张口 心口那一处地方紧搅着 挣扎着 好像快被蹂躏到最脏污的泥土里 她被男朋友抛弃 就要我的男朋友来补偿他们 沙沙 她猛地抬起头 似乎被我直接说出口的话刺激到 你不要污蔑她 我闭了闭眼 污蔑 我爱了十年的男朋友 此时此刻在说 我对她背着我复合的那位初恋 污蔑 我和她错过了十年 我们没有时间了 她不像你 这么独立坚强 她现在根本没办法离开我 沙沙 你成全我好不好 她有些哀伤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恳求我 做了穿刺的部位 又在隐隐作痛 好像扩散到了全身的关节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独立和坚强 要受这种追心踢鼓一样的惩罚 手猛然一松 我整个人摔在地上 跌下那一小段台阶 宋子林慌了神 连忙跑下来 把我扶起来 沙沙 你还好吗 你受伤了吗 怎么脸色那么白 急性白血病患者确诊时有一半以上 已经到中重度贫血 当然会脸色苍白 但我没有接她伸出要扶我的那只手 扶着冰冷的墙壁站起来 没事 你现在已经是她的未婚夫了 就不要跟我走那么近了 我笑笑 扶住墙壁的手直发冷 冷到心里 宋子林听到这句话 神情充满了痛苦 我打开包 取出那间我用了半年装修好的新房的钥匙 宋子林 婚房我装修好了 钥匙给你 我的那部分首付你转我卡里 房子 我不要了 钻紧钥匙的手颤了颤 似乎是怕自己后悔一般 我快速放进她手里 说完 我扶着楼梯扶手转身上楼 从此以后 我没有家了 我揉着胳膊上的摔伤一阶阶走上楼梯间 走向阳光被挡住的阴影里 爸妈离婚后各自结婚生子 一年都和我说不到一句话 大二那年 外婆过世 我哭得昏天暗地 当时 我也和宋子林那么小声说过 宋子林 以后我没有家了 宋子林的反应是抱住我 搂地很紧 她说 我们会有一个家 可是我和她一起走了十年 抵不上她和她的十天 宋子林在台阶下方冲我喊 房子你可以住的 莎莎 算是我补偿你 不必 用不到了 我背对着她 低声说道 不只是说给自己 也是说给她 订婚仪式进行的时候 台上的宋子林 频频望向我的方向 眼神隐隐透露出担心 思宜提醒了她几次 她才转头 担心下跪 深情地看向周晚 我低下头 下意识地想要逃离台上的画面 侧过身来 却发现 临坐一个男人在看着我 那人个子似乎很高 在这一桌宾客里 也十分突出 她那双带着些许 混血感的深邃 眉眼望着我 我觉得 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人 想了又想才想起来 好像是在高中 一个奥赛班上 那个奥赛班分为两批 一批是我这种寒门学生 靠着成绩进来 也靠着成绩 赢得每次的奖金 一批是来自留学班 集中了给赤里的 所谓贵族子弟 她好像就是这群贵族子弟里面领头的那个 不过我记得 那时候她比大家都要小 还很矮 同人带点浅浅的灰蓝色 头发也有点微卷 明明长得像个波斯帽一样可爱 却整天不动声色 一双灰蓝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 仿佛山巅正栖息的雪豹 有些小道消息传言 她是混血儿 她爸五十岁才生了她 老来得子 母亲是一位俄国籍的模特 那时候我为了追上宋子林 每天埋头苦毒 对于这些人 我也深知和我并不是一个世界 井水不犯河水 下课也各走一边 从来不说一句话 但是我记得 她好像就是那些人里 唯一以成绩和我们叫高下的男生 临课 订婚典礼一结束 我立刻走出宴会厅 来到楼下的时候 听见背后似乎有人在叫我 等一等 我回过头 看见林克从电梯里急步走过来 她现在竟然已经那么高了 看样子似乎要到一米九 我停下脚步 看林克好像生怕我走了的样子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她递过来一瓶冰水 敷一下吧 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指了指我胳膊上的伤口 哦 不要紧 我摆了白手 拒绝了她的好意 走出酒店 外面就是大海 初秋时节 海边的风已经有凉意 外婆去世之后 我就很少回到这座小城 也很久没看过这片海 我裹紧身上的风衣 缓缓走向海滩 没走几步 却发现林克一直跟在我身后 我看了看自己 沾着灰尘的风衣外套 胳膊上有伤口 脸上苍白 毫无血色 她该不会以为我要跳海吧 我露出今天第一个真心的微笑 向后随意挥了两下手 我没事 你回去吧 本来以为人家只是瞬间的好心 毕竟我和她算不上认识 看了一眼 估计也就回去了 可走到海边的时候 我发现她仍然跟在我身后 林克似乎是那种身居高位多年的人 即使是急不走来的姿态 也透着不动声色的沉稳从容 她过来 站定在我面前 伸出手 认识一下吧 我叫林克 我同样礼貌地伸出手 朱砂 我知道 她说 奥塞班上总是拿第一名的女生 说完我们都笑了出来 她继续开口 岸边却传来一阵鸣笛的声音 我抬眼望去 是一台宾利 看我们往这边望 鸣笛更急了 应该是在叫她 她急匆匆从西服领口抽出一支笔 又拿出一张纸巾 写下一串电话号码 临走之前塞给我 这是我的号码 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讲 返回医院之后 我开始进行下一个周期的检查 化验 穿刺 化疗 可同时我却得知了一个消息 我怀孕了 看着那张显示阳性 已孕的单子 我觉得有种不真实的好笑 我还记得 恋爱步入第十年 我和宋子林谈起结婚的事 她那时刚决定辞职创业 和她谈什么都是兴致缺缺的样子 总是揉揉眼睛 说你决定吧 等你决定就好 经过很多次她这样的反应后 我也就渐渐不说了 我那时告诉自己 她忙 这样也正常 可也曾那么一瞬 一个忽然的念头 闪现在脑海里 如果我们有个孩子 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然而只有一瞬 我就摇摇头 甩过这样的想法 可现在老天给我开了第二个玩笑 医生的建议是让我打掉 我当然知道 从治疗的角度来讲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这个孩子拿掉 可是我摸着现在还很平坦 没有一点动静的腹部 默默想 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呀 流产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我几乎没有什么痛苦 当然 我知道这应该归功于 医生的医疗手段 但我总忍不住在想 这个孩子 一定是很爱妈妈的吧 所以即使是被迫离开这个世界 也不忍给我留下一丝痛苦 对不起宝宝 妈妈没有能力保护住你 从手术室出来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看一眼 来电显示 靠在墙壁上 直接把手机贴在耳边 喂 是周婉 她语气很冲 朱沙 宋子林是不是在你呢 宋子林失踪了 就在昨晚 也就是在她和周婉 订婚一周之后 周婉打遍了她的电话 微信 甚至翻出她的QQ 等一切社交软件都联系不到她 打给她的合作伙伴 也找不到人 据说 她失踪之前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信息 当晚就开车离开了给吃 我听到周婉电话里质问的语气 感觉荒谬到咳出了声 嗨嗨 她失踪和我有什么关系 别装了 你们之前是在谈恋爱吧 周婉讥讽道 我没出声 跟她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周婉觉察出我沉默 变化了一种口气 莎莎 我知道你现在生病了 我非常同情你 但是宋子林 毕竟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呀 你也不好再抢回去吧 到最后 她甚至用上了哭腔 你已经没有以后了 我却还有一声 你不能不给我们未来呀 未来 我想到宋子林在我面前痛苦地说 我和她错过了十年 我们没有时间了 你能不能成全我们 我有些想笑 每个人都在向我讨要时间 可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第二个化疗周期结束后 我回家收拾东西 却在租的房子门口发现了一个人 那人靠在门边 满脸胡叉儿 似乎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 抬头看见我 她灰暗的眼神放出光彩 脸上又露出那种 只在我面前才会展露出的委屈 莎莎 我一直在等你 我装作看不见她 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房间 要关上房门的时候 一双手却从外面伸进来 牢牢抵住门锁 恳求道 莎莎 让我进来 我有话和你说 宋子林一进门 就抢先接过我手中的东西 莎莎 我听同学说你生病了 是什么病 你还好吗 我把包从她手里要拿回来 她却不管不顾地阻止我 拉扯之间 一张纸从我包里掉出来 是那张怀孕检查单 宋子林抢先一步从地上捡起它 莎莎 你怀孕了 宋子林展开那张检查单 脸上的表情由晦暗转为狂喜 所以 我要当爸爸了是吗 他激动地要上前来搂住我 我伸出手抵住他的动作 一步步退到玄关里 你不是问我得了什么病吗 白血病 我看着他的眼神 从震惊转向挥败 所以孩子 打掉了 我目视着前方的空气 平静地说 他应该也知道 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宋子林双手 抖得不成样子 他不顾我的后退 上前握住我的手 没关系 我们会再有孩子的杀杀 会再有的 我们去做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能治好白血病 对不对 我仍然平静地看着他 却发现往日让我心动不已的那张脸 此刻似乎已经很难再动摇我的心弦了 我用一种讽刺的目光看着他 宋子林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的血型是RH 阴性 也对 毕竟过往每次去医院 他都没有陪过我 他总是说沙沙 我在忙 下次陪你 或者沙沙 你自己OK的对吧 是的 大概在他的心里 我什么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吧 如他所愿 我真的都可以自己解决 所以我的人生也不需要他了 宋子林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住院的医院和病房 他第三次不顾我的拒绝送来饭菜生活用品的时候 我把他带到走廊尽头 我以为在你的订婚典礼现场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房子我不要了 我们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现在做这些不觉得多余吗 宋子林的脸色似乎比我还要苍白 他努力挤出微笑 用恳求的语气说 莎莎 你现在在困难时期 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你这样 周婉知道吗 听到这个名字 他有一瞬间不敢抬头 我无声地笑了出来 你还没有和他说 你现在在哪吧 他抬起头 眼神中又充满了那种 令人眼熟的愁愁和犹豫 我仿佛是第一次认清眼前的这个男人 宋子林 你这样 我都替你觉得累 回去吧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的人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完 我扶着树叶掉平价 就要回病房 有关系的 宋子林在我身后大喊 那个房子的房产证上 还是我和你的名字 你怀的是我的孩子 我们才应该在一起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宋子林一把搂住我 不顾我的挣扎 就要吻我 我和他没有结婚 我们去领正把杀杀 现在就去 你疯了 我想要推胎他 却动摇不得 正在此时 一直修长有力地手握住了宋子林的手臂 从我的肩膀上拿了下来 那人轻轻瞧瞧 好像并没有使什么力气 但我看见宋子林脸上的肌肉 已经开始扭曲 我一抬头 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林克 他放下手 脸上仍然是那片波澜不惊的从容 这位先生 莎莎是我的女朋友 请你放尊重些 一瞬间 这句熟悉的话 仿佛掀开了十年的时光 向我扑面而来 只是当初说那句话的人 已经变成了我也不认识的面目全非的样子 或者 也许 他从来都是如此 只是我沉浸在一场大梦中 不愿醒来 宋子林现在情绪好像真的不正常 往常他大概从来不会允许自己这副衣领凌乱 双目赤红的样子 情绪失控的人 在他看来很掉价 所以我从来不曾在他面前 把心底沸腾的情绪脱口而出 任何事情 任何请求 我都是和他好好商量 语气平和地讲道理 可发现商量也没有回应后 我就不再说了 你是谁 他拽了拽领带 不客气地冲林克喊 林克此时正在细心地帮我把歪了的调平架扶正 又细心调整了我手上的输液管位置 让他不至于回血 做完这一切 他才从容不迫地直起身 贴了宋子林一眼 用那种壮似客气 而其实暗含压迫感的声音道 如你所见 我是朱沙小姐的男朋友 谢谢 我用没有书页的那只手 搭上他伸过来的手臂 对他小声而语 我知道 林克是在给我救场 宋子林仍然用右手牢牢地拽住我并号服的一脚袖子 我慢慢地把布料从他手中抽出 然后挽着林克离开 身后宋子林阴雅的声音中充满痛苦 莎莎 你给了我十年的爱 你不能那么自作主张就把他收走 我闭了闭眼 觉得似乎有什么液体从眼角低落下来 宋子林 不算高中那三年 我的人生 给了你十年 剩下仅有的这些日子 我想留给我自己 眼前的医院走廊 在这些液体中逐渐模糊 朦胧中 我仿佛看见第一次认识宋子林的场景 那是高一开学 我一个人站在学校门口 看到旁边熙熙攘攘的心声 每个人身边都围绕着父母 这样的场景已经在我生命中重复很多年 一学期两次 年年不断 可奇怪的是 即使已经重复那么多回 早该习惯了 每次看到 我仍然觉得胸口好像堵了很多棉花一般 心里弥漫着如同伤口被浇上白酒一样的疼痛 看什么 还没长大的巨婴罢了 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少年声音 我转过头去 一张淡漠没有表情 却令人过目不忘的脸闯进我的视野里 后来 我才知道 宋子凌也是不完整的家庭 她父亲早逝 母亲做点小生意 把她带大 她母亲每天起早贪黑 开学这种事 当然不会陪着她来 而我的父母离婚之后 恨不得一雪前耻似的 很快就结了婚 生的还都是男孩 我这个他们想要抹去的婚姻遗留的产物 就被扔在外婆家 每年给一点学费 已经算是他们最大的仁慈 那时候对宋子凌 不只是喜欢青木 冥冥之中 我仿佛有一种 自己一个人走在荒野 终于遇见同类的感觉 一直被稳定的 毫无保留地爱着的人 大概不会明白 曾经短暂被爱很快 又失去爱的人 对于爱的渴望 我以为宋子凌是懂的 可这十年里 我曾多次幻想过我们那个家的样子 不必很大 也不需要很豪华 有简单的布置 有我们两个人 就已经足够 可时间让我看清了 那真的 只是一个幻想罢了 快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 走廊里传来激烈的争执声 我余光撇到 似乎是周晚赶来 扯着跪在地上 捂住眼睛的宋子凌不断咒骂着什么 发现宋子凌没有反应后 他又怒气冲冲地大步冲我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 二话不说就举起手 扇向我的脸 他要和我取消婚约 你是不是又使了什么手段 别以为你要死了 就能为所欲为 没等我反应 林克一只手 迅速捏住了他的手腕 周晚正脱开林克的手 揉着自己发红的手腕 口气不善 朱砂你挺厉害 这么快就勾搭上一个 那你还缠着宋子凌干什么 要不要脸 我制止住要开口的林克 这一次 没有再给周晚脸 当着他的面 我打开了多年不用的 HUQ 登陆上账号 翻出高中的班级群 群里日常 还有一些人在活跃 聊的就是周晚和宋子凌 最近的订婚的事情 我把由我和宋子凌名字的 那张房产证照片 发在群里 配上文字 宋子凌和我在一起十年 已经买房谈婚论嫁 周晚上个月 被他谈了三年的男友抛弃后 火速勾搭上宋子凌 发完 我退出账号 删了QQ 我知道 不用几天 这个消息就会传遍H 加一直在H的周晚 可能没有办法 让自己在被婚姻市场淘汰之前 找到全家满意的对象了 他失恋后 那么快复活宋子凌这个备胎 不就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马上找不到好对象了吗 很快周晚的手机 就响起了各种消息提示音 他随便看了一样 立刻转头看向我 眼里充满了恨意 气势汹汹的就要冲向我 林克在我面前拦住了他 周小姐 令尊那家工厂 据我所知 处于破产边缘 最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笔投资吧 你说 你再往前走一步 那笔投资 还会不会打到令尊的账上 周晚浑身一冷 恐惧地看向林克 林克脸上 仍然是一派平静从容 周晚的父亲 好像得了癌症 据说是被弃的 具体怎么弃得不得而知 他们家那个服装厂 本来要到手的投资 也被投资的上游公司 评估生产流程 有重大漏洞 不符合审批流程 注资第一笔后 即撤资 目前工人都停工了 老旧的厂房里堆满了废料 而周富翔指望的那位 再是创业的精英准女婿 好像再也联系不上 从北城区别墅 搬到南城贫民窟的周家 现在是给赤大街小巷的笑话 除了即将破产的消息 还有周家女儿的那些事 从高中到大专 交了多少男朋友 每一段同时在踏多少条船 都被同学圈 事无巨细地扒了出来 尤其那段 以为搞定了高富帅 终于能嫁入豪门 却被抛弃 最后火速勾引有未婚妻的学霸备胎 刚上位就被打脸的八卦 传得最广为人知 他爸本来还想盼着自己这个 有点姿色的宝贝女儿 再结一门好亲事 不是豪门 至少也是公务员公司 小主管之类的 好帮扶 一下他们家 毕竟之前 这些人周晚身边一堆 他都瞧不上 但现在 他们之前最瞧不上的开小店的 一听 是周家的女儿 都二话不说 就拒绝了介绍人 周晚之前最爱在社交圈里活跃 我虽然没有他微信 但在那场订婚仪式现场 被周围女同学 普及了不少 他在朋友圈各种炫首饰 奢侈品的新闻 可如今他的头像 据说已经成了灰色 也默默退了很多群 这些消息 都是曾经的同学 专门过来发微信给我 我往下翻了翻 就扣上了手机 所有这些人和事 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了 正在看窗外发呆的时候 林克推门走进来 手上拎着一个三层的饭盒 他已经连续送了一粥饭了 我和他说了很多次 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他每次都不回答 下一次饭点 仍然拎着保温盒进来 林克 谢谢你做的一切 包括之前帮我解围 但真的 你不用这样做的 医院有病好餐 也有护士 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 真的 你走吧 去忙自己的事 别再来了 我看着替我收拾饭桌的林克说 林克手上的动作顿住 停了几秒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把菜端到小桌板上 那天 把我纸巾塞给你后 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我抬头看他 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说 是不是我走之后 你就丢掉了纸巾 所以我后来根本没有接到 你的电话 他仿佛自嘲一般笑笑 给我倒好周 不是 那张纸巾我 声音在我喉间卡住 那张纸巾我没有丢 但是 我确实是打的那样的主意 真的 没什么必要 再和另一些人的生命 产生什么纠葛了 RH音性写 医生已经告知了我 骨髓匹配的概率 那个概率 大概就如同我可以中 亿万大奖一样那么低 好歹一个人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学会不奢望奇迹了 我看着林克握住勺子 要为我周的手 那手很好看 指形修长 指头圆润 关节简洁分明 微秃的青筋并不争宁 手这样自然握起的时候 反而让人感觉出 主人一切从容在握的有力 这是一双家世良好的人的手 也是一张拥有大好未来的人的手 我看着这样一双手 有些尖色地说 你知道 我的血形势 我知道 RH音性 林克很快接上我的话 我不知道 他对我的情况 竟然已经那么了解 不过这样 接下来的话 我也能说得更直接流畅 所以 你应该清楚 我的时间 也许不知道哪天就戛然而止 趁我还没有参与到你的生命里 你快点离开吧 林克听着这话 垂着那双犹如暮色下大海的眼睛 然后抬起眼 让我张嘴 我条件反射般乖乖长嘴 他手里那碗粥 终于在变凉之前 喂到我口中 他紧接着又递过来一勺 看我吃完 才开口 你早就已经参与到我的生命里了 我以为他说的是 不久前那场订婚典礼上 我们的真正认识 他仿佛听到了我心里的声音 用那双暮色中如海面一样的眼睛 紧紧注视着我 不 是在很早很早以前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我一时没弄懂他的话 我清楚地记得 短短一个暑假的奥塞班期间 我们并没有任何交集 正在疑惑之间 一阵温热的触觉 拂过我的唇 我捂住嘴巴 呆呆地看着他 他却还笑得出来 清扯嘴角 露出和平时的沉稳平静 完全不同的笑颜来 于是我这才想起来 这个人 好像比我还要小上一岁 他轻握住 我的指尖 放在唇边碎碎亲吻 沙沙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 恰好 我也是 我不相信奇迹 我只相信自己 遇见你之前 我经历过很多残酷的事 所以哪怕最后是 你想象中的那个结果 我也不害怕 可如果遇见你 却不能抓住你 这才是让我害怕的遗憾 所以能不能就让我们看看 我们能向老天争取多长时间 我没出声 林克温柔地看着我 没有催促 他似乎有一声那么长的耐心 在等我这个答案 我想起高中放学那会 总在学校旁边音像店 听到的那首 已经被放到烂大街的老歌 苦海翻起爱恨 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相亲竟不可接近 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人生的前二十多年 我治了一场豪赌 情自这个牌桌上 我身家赔尽 一无所获 电影里 主人公总会在 濒临绝境之际 逆风翻盘 我从不相信这种奇迹 但我也想看看 命运是不是会那样冷酷又狠毒 好 眼中流出不知名的液体 我看着林克那双沉沉眼眸 轻轻说 饭外衣 司君不可追 念杀的员工都知道 自己的老板有个习惯 每到公司的紧要关头 宋总总会一个人开往 那是一个老旧小区 在那小区里的一个房子里 自闭很久 公司的人相互打听 宋总结婚了 那里是宋总的家吗 还是住着他什么亲人 李扯尔总监知道自己的老板 曾经有一个很相爱的女朋友 但他到现在也没结婚 不知道女朋友后来去了哪里 至于那个老旧小区的房子 这位从宋总创业第二年 就跟着他的老员工表示 他也不知道 宋子林推开房门 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来了 房间里积满了灰尘 但他好像却丝毫不在意一样 走进满是灰尘的房间 一模一样 仍是他离开时候的样子 只是老小区的房龄毕竟太老 支撑不住 他那年费尽心思 才弄好的墙壁 也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那时候 为了给他成立工作室 节省经费 他花了很久的精力在装修上 不嫌麻烦的跑建材市场 对比原材料 打听每一处性价比高的渠道 能自己动手做的工作都没有请人 一个S是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 为了他们能有自己的心房 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都在这里当小工 白血病的发病有很多种因素 他问过当医生的朋友 并不是身处有化学成分的环境里 就一定会得 可后来他总在想 如果他当时能分担一些呢 如果他当时能注意到他的辛苦呢 如果他不那么早开始创业呢 可是时间不会倒流 人生也没有如果 朱沙是一个好女孩 他一直都知道 他聪明 独立 冷静 常常能从他无法留意的角度 给他很多有用的建议 无论是学业还是事业 他们还是朋友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 自己这一生 都无法失去他这个朋友 他没想到 他会喜欢自己 或者 也可能潜意识有所察觉 但意识总是固执地不肯承认 他以为他和他一样 都是那种疏离淡漠的人 这样的人 怎么会轻易对他人产生强烈的爱意 他前二十年唯一一点执念 给了那个高中时和大家都不一样的女孩 周晚 他热烈 开放 在一众灰头土脸 只知道学习的普通学生里 他是那样让人好奇 一不开眼 他也听过女生们谈那些感情理论 什么只有互补的人才能成为情侣 周晚和他明显是互补的 朱砂 是朋友 也只能是朋友 苦逼的高中生涯很快过去 周晚南下 从此消失在他的视野 这就好像成了他青春期一个迟迟无法结尾的故事 即使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 来到大学 他总还是念着 念着那个高中时候就赶烫一头卷发 无视老师批评 在全班安静自习的时候 也笑得无所顾忌的女孩 这些丢人的暗恋情愫 他从来没有和兄弟说过 只有一个人 默默承载着他的这些情绪 可以陪他从傍晚聊到午夜 大一上学期快到末尾 周晚联系了他 他加了他的QQ 上来一句就是 仍然很帅吗 大学霸 他有点激动 他点进他的空间了 这是不是说明 他也是关注他的 周晚和他的联系多了起来 和他分享自己的新生活 还会时不时说一些 让他觉得浮想联篇的话 他没忍住问他 这样是不是在谈恋爱 周晚在那边笑了两下 是啊 怎么 你不认账啊 他开心得不得了 那几天也没怎么和朱沙联系 朱沙当然也没来缠着问他 他总是一个很贴心 很让人省心的朋友 这场恋爱只维持了十天 周晚说自己最近很烦 需要静静 先不要联系了 他按耐住焦躁 问他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他能帮忙的 却再也没等到他的回音 他像迷失了的孩子一样 找到朱沙 只有他这里 他才是安全的 他灌了一夜的酒 而朱沙在旁边 不发一言 默默陪着他 果然 只有朱沙 才是不会离开他的 他们要做永远的朋友 可朱沙把他放到宾馆 要走的那一刻 他的心头 却涌上一大股 莫名焦躁的情愫 他知道自己 没有彻底醉 他不想让他走 这种不想 并不是单纯 作为朋友的不想 好像还夹杂了一些别的东西 于是 他念出了他的名字 问了他 这种夹杂的东西 在他第二天宿醉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朱沙 却发现打不通后 化成了慌乱与失落 更在他发现 有别的男人纠缠朱沙后 变成了雄性生物 按捺不住的激烈占有欲 朱沙是一直陪伴他的人 他只能看着他 他是我女朋友 这句话脱口而出后 他瞬间冷静下来 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他要朱沙当自己女朋友吗 可是 看着冷月下陪在他身边一起漫步的他 他终究还是不舍得 他有一天会站到别的男生身边 也那么陪伴着他 于是他叹了口气 说 在一起吧 沙沙 从此 开启了他们的十年 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朋友 按他哥们的话说 上到厅堂下的厨房 朱沙都完美胜任 还能在他卡住的关键节点 给他引导和帮助 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吧 哥们这么开玩笑 这十年 因为有他的存在 他不止迎来了事业上的转变 从职场人 转变成自己创业当老板 还享受到被爱意包围的家的温暖 他以前以为 性格疏离冷静的人 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爱意 看来是他错了 清冷的另一面 原来是那样的热烈 如果没有那件事 他会和他结婚的 他想 周晚来找他了 在已经失联十年之后 他也犹豫过要不要去见他 但是电话那头的周晚 似乎早就没有了年少时候的那股傲劲 哭得伤心又难过 只是去看看他 看一眼就回来 毕竟也是曾经的同学 他现在又遇上了事情 第二天在酒店醒来 被子下光裸的周晚抱住他 头依偎在他怀里 我只有你了 他唾弃着 像一只失朝的美丽小鸟一样 让人可怜又心疼 忍不住想给他一些什么 那一阵 他就像背下了什么骨一般 满心念的都是 要给青春期那个 未完结的故事一个结尾 终于在又一次周晚在他面前哭着说 你还愿意要我吗 的时候他脱口而出 我要你 周家的行动很迅速 一周内就敲定了订婚事项 周母在电话那头和蔼地和他说 我知道你们才重新复合一个月 毕竟隔了那么多年 但是先把婚定上 给亲朋好友一个交代 你们感情再发展发展 等到年底把证领了 再把婚礼办了不就行了 他觉得这样也可以 唯一就是 他想起来 还在S为他们的心房而忙碌的朱砂 他是真的不想伤害他 要不 还是等订婚过了 再慢慢开口吧 他没想到周晚会叫来朱砂 毕竟他知道 这两人高中毕业之后就没联系了 朱砂也不怎么爱社交 QQ多年不用 微信里也没有任何高中同学群 在订婚现场转身看见朱砂的时候 她有种如坠冰窖的恐惧 恐惧之后就是巨大的愧疚 她只敢用余光偷偷看她 只不过一两周不见 她的脸色怎么那么苍白了 朱砂一步步走上台阶的时候 她心里涌上一种莫名的失落 从今以后 她就要和他没有关系了吗 明明是她先犯了斩断这段关系的错 可此时 她却有一种要被他放弃了的失落 于是她告诉他 那个房子她可以继续住的 好像这样的话 她和他之间的那层丝线就没有彻底断掉 可显然 她没有给她这层难明的心思留下任何空间 从把钥匙给她的那一刻 她就那样决绝地 不留丝毫情分地一步步消失在她世界里 订婚后 周晚犹如一株快枯萎的荷苗 被浇足了水 腰也挺了起来 她这才发现周家有多麻烦 周母给她开的礼单 已经超过了她一年的收入 她客气地问 伯母 这么多吗 周母还没开口 周父严肃开枪 怎么 我们家就那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还觉得委屈了 她连倒不敢 但也有点疑惑 一般有钱的家庭嫁女儿 不都会贴补很多 生怕自己女儿过得不好吗 怎么周家反过来还要那么多 这么有钱的家庭 还至于贪图这些吗 但她也没疑惑太久 有人告诉她 朱沙病了 好像还比较严重 她立刻开车驶向了事 一路上都在心里默念她 千万别有事 可等到了了事 却发现 她早就退了两人之前居住的房子 好不容易打探到她的新住处 又在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她才终于等到她回来 好了 她终于见到她了 看见她的这一刻 她才明白自己人生中最重要 最不可失去的是什么 那就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 可是这一秒之前 她完全想象不到 这些珍贵的时间她再也不会拥有了 她走的那一天 林克没有通知她 连她的葬礼 林克也没有让她参加 哪怕她只身闯进林家 在保镖的阻拦下 朝她怒吼 发泄 甚至痛哭流涕 林克也只是站在二楼 冷冷地看着她 不发一言 没有人知道 她的葬礼在哪举行 也没有人知道 她最后的归宿在哪 林克连她的父母都没有邀请 也对 她一定不希望自己最后 身边还出现那两个人 应该 也不希望她在吧 宋子林把头抵在墙壁上 感受透过墙体的冰冷 似乎只有这样 她才能感受到 她仍然在自己的身边 她现在 也一定感受到同样的冰冷吧 她多想能 再一次握住她的手 温暖她 她那么喜欢大海 林克会不会把她葬进了海里 不会 林克这样的人 一定会留下一些纪念 不会让海水 把她冲刷得无影无踪 她在哪 她到底在哪 宋子林的心 犹如千万蚂蚁在啃食一般 她猛地抬头锤了一下墙壁 血从指缝间流出 她却仿佛没有注意 因为她的余光 注意到碧柜中露出的一角 是宣旨 她打开柜子 拿出那一打纸张 一张张宣纸上 是用簪花小楷腾写的诗词 她想起来 她是很爱文科相关的东西的 高中分科的时候 她还奇怪过 一项文科更强一些的她 为什么会选理科 想到这里 她突然扶制心灵 一般猛然抬头 不会她从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喜欢她了吧 巨大的狂喜之后 紧接着就是巨大的悲痛 她的心脏痛如刀脚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选中了她 从一开始 她的眼睛就只停留在她身上了 所以她们其实不只有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甚至她们原本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 都被她弄丢了 已经失去所有力气的她 坐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 颤抖着展开了手中的宣纸 第一页便是她很喜欢的一首诗 她还见过她发过朋友圈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语里 各在天一崖 看到最后其中一行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仿佛最后一丝空气从她的胸间抽离 她蜷缩着 紧紧搂着那些纸张 倒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这大概就是她留给她最后的话了 往后 她只能在这种无法言说的悔恨和荒凉中 走过漫漫一生 她终是先放开了她 番外二 会面有可知 林克和朱沙的第一次见面 其实并不是在那个短暂的奥赛班上 那天 保姆送林克去报名暑假班 要来接她的时候 却说车在路上抛锚了 要她等一下自己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不止一回了 15岁的林克笑笑 挂掉了手机 如果在这里等保姆 只怕要等到天黑 林家的宅子在郊区 6点以后已经没有直达的公交 保姆说她用不到钱 没有留给她多少零花钱 她自己背上书包 插上耳机 无妨 从补习学校走回去 20公里 两三个小时总能到 而且 这也是她为数不多 自己一个人能单独享受的时间了 毕竟家里那些她所谓的亲人 一个个都用看外来怪物的眼神 林克的嘴角上扬了起来 她的这群兄弟姊妹 可真是废物啊 她想 每次就这么小打小闹一样弄一弄她 他们真不知道 要想打垮一个人的办法 最重要的就是赶尽杀绝吗 看来 她是真的有必要交一交这群亲人 如何认真夺权的方法了 但是 还不急 反正他们也只当她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子 就这样陪他们玩玩也行 林克放下书包 慢慢攥起了拳头 早在小学的时候 她就让妈妈送自己去学了拳击 现在的她已经是职业拳手的水平 这群混混看到面前的小孩摆出拳击的姿势 都哄笑了起来 15岁的林克比同龄人发育的都要缓慢 现在看起来还是个小孩子 领头的混混冲她吹了声口哨 喂 小孩 咱们也不是想欺负你 只是受人之托 不得不那么干 你就乖乖听话 挨几下就完了 啊 林克在兜帽下 甚至可以撑得上精致的小脸 冷冷看着他们 不发一言 站在混混老大身边的一个黄毛 凑近了看他一眼 转头向老大道 大哥 这小子还是个混血儿啊 你看那眼睛 混混老大倾下身看了一眼 嘖嘖称奇 真的 还他妈的长得挺漂亮 跟个妞似的 黄毛脸带银笑谄媚道 大哥 要不要 混混老大推了他的头一把 你小子天天想着事 转头却又带上不怀好意的笑 我说小子 兄弟们看得起你 要不让我们爽一把 要不挨顿打 你自己选吧 林克用那双灰蓝的眼睛盯着他们 口中低声吐出几个字 我选你们死 混混老大择了一声 抹了抹头发 怎么办 给脸不要脸呢 兄弟们 抄家伙吧 朱沙今天出门的时间晚了一点 差点没赶上奥塞班的报名 没办法 外婆年纪大了 干很多 活都力不从心 今天还摔倒在了厨房里 她想送外婆去医院 老人一直在催她别管自己 万一赶不上报名就麻烦了 朱沙看着外婆还肿着的脚踝 犹豫了几秒 外婆往外赶她赶紧去啊 她这才转身跑出门外 奔出校门外路过那条小暗巷的时候 朱沙听到巷子好像传来什么声音 她瞥了一眼过去 看见一群混混围着穿着运动衫 带着都冒的男孩 巷子里没灯 朱沙看不清那男孩的长相 但透过路灯的余光映衬 她看见那男孩 似乎看起来来比那群混混小很多 一致每个学校附近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数不胜数 对于校外这些事情 朱沙一向是明哲保身的 毕竟她自己每天的生活 已经足够艰难 万一惹上事 受牵连的还有外婆 何况此刻 外婆还受着伤等在家里 但是不知为何 看着那男孩 倔强地站在角落里 对峙一群混混的身影 朱沙的脚步 却渐渐停了下来 她拿出自己那个破旧的 案件机报了个警 等到警车的声音 响在外面大街的时候 冲到巷子口冲里面大喊 警察来了 小混混们有些慌 混混大哥听着大街上警车的时候 开始犹豫 但没犹豫几秒 她招呼后边的小混混 撤 黄毛拉住她 指着巷子口朱砂的身影 哥 那可是个真的漂亮妞啊 角落里的林克 立刻攥紧了拳头 心也提了起来 和刚才自己被胁迫时的波澜不惊 判若两人 好在混混老大 却是让警车声吓破了胆 踹了黄毛一脚 什么时候了 赶紧走 黄毛这才跟着混混跑走 警车的声音越来越近 朱砂不欲惹上市 转身就想先走 林克的腿 掀脑子 一步站起身来 有些紧张的开口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改天好好感谢你 朱砂的身影顿了顿 女孩清冷的声音 飘荡在夜风里 不必了 林克站在阴影里 看昏黄灯光下的她 走得越来越远 她想迈开脚步 双腿却如同灌了签一样 无法动弹 她要走了 她就要走了 林克不认识这女孩 却无端地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 浸入自己的心脏里 好像 她再也不会回来 她的名字呢 我还不知道 她的名字叫什么 沙沙 林克从梦中醒来 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 她有些仓皇的四顾 终于在看见窗前那个纤细的身影后 恢复了平静 她怎么梦到了初见她的场景 而且 梦中的她并没有回应自己说出名字 而是自顾自远去 消失在灯下 林克摇摇头 企图甩开脑海中那些不好的暗示 起身走向女孩的身影 窗前的女孩披着毛毯 正在看玻璃窗外一览无余的夜空中闪烁的极光 林克来到女孩身后 从背后深深地拥抱住她 两人仿佛已经有千百次这样的亲密 女孩放松 而又依恋地往后贴近她的怀中 睡不着 林克亲吻着她的脖梗 在她耳边低雨 嗯 有一点 起来看看极光 她轻声说 北半球的冬季来临 这里有很多城市都有机会看见极光 如梦似幻的荧光 在夜空中轻轻摇曳 仿佛是不灭的灵魂 明天 朱沙的骨髓移植手术就要在这里进行 林克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在位于挪威北部的这座城市 找到了完全匹配自己未婚妻的移植员 朱沙也发现 自己的未婚夫并没有像一年前 她在S医院里说的那样 可以承受最坏的结果 她握住林克因为紧张而有些肌肉僵硬的手臂 想要缓解她的情绪 调侃道 是谁说自己经历过更多残酷的事 什么都能承受住 林克一把收紧搂住她的手 用力地估紧她 仿佛要把怀中的她 嵌入自己的骨穴之中 莎莎 求你 别说这种话 我后悔了 我不该说当初那句话 我应该向老天说我根本无法承受那个结果 所以一定一定要成功 朱沙感受到她的情绪 安静下来 拍拍她的手 再也不说类似的调侃话 林克用自己全部的力气 拥住怀中的身影 好像这样 她就可以把她久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留在自己身边 18岁 母亲死在林家大宅时 她没有失控 20岁 亲手把自己那些兄弟送进监狱时 她没有失控 22岁 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 架空亲生父亲时 她也没有失控 仿佛从很小很小的时候 她就已经明白 情绪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这世界上没有奇迹 只有自己的行动 才能掌控命运 可现在 她第一次在无常的命运前 甘愿败下阵来 用自己全部的虔诚 祈求她降下一次奇迹 她重遇她时已经太迟 只盼神指垂帘 往后余生 同邪老 共白头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